1953年属相的人的命运,1953年属相的人,五行为鬼四,四年生人,其性稳和才智,好安排进退,甚喜交际。 有高尚的品质,受朋友好评,但其内心常有阴毒与嫉妒心,致难以保持永久交情,心情易造多疑之律,而且好色,好与人争论而尝试去好机会,对此一应要甚解之,舍年生人带有勇敢、亲切,但女子善好家事,易怒短绿,好饮汤品。 少年运多受风霜之苦,中年运多受女色,晚年运渐渐养得幸福进来。 可以说是先苦后甜的命运,但是年少时的苦换来晚年的甜,何来而不为呢,任谁都不想自己的晚景凄凉。 1953年属相的人的事业运,你天生喜欢四股怀远,加上良好的记忆力,对就事件的枝枝节节,都能随手拈来毫不费力, 适合从事历史研究与考证的工作。 此外,因其与谁有密不可分之关系,所以与还有关的工作也能胜任。 你能给人安全感,配合与生俱来卓越记忆力,不仅记得许多人的名字、面孔, 也清楚顾客的爱好,加上心思敏锐和伶俐的特质,使你在商场上无往不利。 可以说,1953年属相的人在职场上适合多种职位,在职场上你认真起来,相信成功并不困难。 1953年属相的人的财运,财运比较好,一生的运气也很不错,常有贵人扶持,做事也比较顺利。 一生能得很多意外之财,蛇人对于金钱来源并非全靠自己辛苦经营所得,大多靠一些投机性获利。 他们一生从不会为金钱发愁,他们有天性的好云和财富。 蛇从小就养成了很奢侈的生活习惯,他们根本不买那些廉价的商品,认为价格高昂的奢侈品才能表现他们的人生价值。 如果蛇人要建立稳定的经济,唯一最可靠的方法是适量支出,节约开支并将金钱投放在有力的投机事业上。 当然属蛇人来说,一般经济收入都会大笔得花出去,因为他们是很会享受生活的人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庄子,其物论云,梦之中又占其梦烟,绝而后知其梦也,且有大叫而后知此其大梦也。 在梦中的时候,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。 入睡后,我们都认为自己就是梦中之人,醒来之后,才发现这仅仅是梦境罢了。 梦境这种东西,那是特别虚无缥缈的。 身处于梦境中的你,就像是身临其境一般,感受会特别真实。 当然,你在梦中的一举一动,都跟现实中的你是一样的。 有人就提出了一个疑惑,人为什么会做梦? 梦境中的一切,为什么会如此真实呢? 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观点,梦境当中所形成的事件和场景,都跟人们原有的记忆息息相关。 而这些记忆,又源自于人之基本感官。 这里谈到的基本感官,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触觉、嗅觉、听觉、味觉以及触觉的。 我们所听到的东西,所看到的一切,所品尝到的任何滋味,都有可能复制到我们的梦境当中。 所以说,梦境这种东西,看似虚无,实际上跟现实不无关系。 只能说,所有梦境的出现,都不是无缘无故的,都有它必然的道理。 谈到梦境,其实心理学家荣格碰到过这么一件事。 荣格作为梦境心理学派的研究者,他提出过一个观点,梦的象征不是为了伪装,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表达,只是需要用象征性的比喻来说明。 当然,荣格的朋友不相信梦,认为梦这种东西,根本就不可信。 有一次,这位朋友遇到荣格,就调侃了荣格几句,说道,我看你研究心理和梦的关系,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如今我跟你说一个梦,你来解解看。 荣格听到朋友的讽刺和调侃,并没有生气,而是让朋友把自己的梦说出来。 这位朋友也就谈起了自己昨晚的梦境,他原本是一个攀登爱好者,就梦到自己爬上了某座高山。 登临山顶的那一刻,他就望了望山底,谁知道一个不小心,就从山上摔了下来。 荣格听了他对梦境的描述后,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 未来一段时间,如果你要爬山,那你还是要找个向导比较好,不然会有危险的。 朋友听了荣格的建议,哈哈大笑,就离开了。 谁知道,过了一个月,荣格听到了一个消息,他的朋友在山上摔了下来,生死未卜。 有很多事儿,其实就是这个样子,你觉得它不会发生,可它偏偏就出现了。 对此,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,为什么荣格朋友的梦境会成为现实呢? 有三点原因。 首先,梦具有警示效果。 西方心理学家认为,某些噩梦的出现,是大脑对于某些危机情况的应急演练。 这位朋友是登山爱好者,而登山本就有一定的风险。 这个时候,大脑就会给他警告,希望他能够小心一点。 其次,人具有不信邪的天性。 大脑给出了警示,有些人觉得不会成为现实,就偏要试一试,结果不过是逝去而已。 荣格的朋友听不尽别人的话,从而无视了爬山所带来的风险。 人没有警惕之心,就疏忽大意,那意外发生的几率会越来越大。 第三,莫非定律的印证。 所谓的莫非定律,大致意思是,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,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,它总会发生。 也就是说,你越是不放在心上的意外,而它偏偏就会发生。 有些时候,人,那是无法改变偶然发生的事件的。 所以,警惕做人,才能保全自己。 谈到这里,人们都会觉得,这种有着警示作用的梦境都是不太好的。 其实,这世间所有的御事梦和警示梦都是带有福气的,只是我们不相信出现了反叛的心理,就远离福气罢了。 试想,如果上文中荣格的朋友相信了他的梦,从而做好了防备,那他摔下山崖的几率是不是会大大减小呢? 人,永远都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。 越是不信邪,越是心存侥幸的人,一般来说,他们的结果都是不太好的。 心理学家认为,人类做梦是大脑在虚拟环境中对如何处置危险情况的预言。 尤其是噩梦,人类每年要做三百到一千次噩梦,人类正是在噩梦中进行安全训练。 有些时候,这些噩梦就是上文谈到的御事梦和警示梦。 当然,梦境的御事和警示不具有直接性,只有间接性。 也就是说,它起到了间接提醒的作用。 而你能不能体会和看明白这当中的真相,就要看你的本事和能力了。 对于梦境,我们不要有任何偏见。 所谓存在极道理,它的出现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感受息息相关。 如此,接受它,接纳它,看透它,那就足够了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 感谢观看